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母亲是很恐惧的 我其实很惧怕她 而矛盾的起点是在12年前 李女士去女方家提亲 受到了冷遇 她都看到我 她妈也没理 她爸也没理 她爸不但没理 蹬蹬蹬下楼了 性价的高让李女士大为不满 而准儿戏的胡闹更是让她认定 这个婚不能结 在上海撒谱 说我爸我妈就是那个样子 我从来不沟通 你来干什么呢 我都给她 正面给她提出来 你们两个分手吧 这个婚不能结 可即便如此 儿子小李却坚持要和对方在一起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我觉得我们彼此喜欢对方相爱 她要喜欢你 真爱你 我是你妈呢 没有我 你的生命从哪来的 怎么会有你 为了这门亲事 母子俩是互不相让 结果 儿子小李干脆选择了逃避 这一逃就是整整七年 后来我就觉得没希望了 受不了 最后我决定走了 一去没心 七年 苗无音信 谈起儿子七年的杳无音讯 李女士在场上痛哭流泪 走的时间 我三天三夜 我没回忆了 后来我都病了 猜点死 我希望今天再在一个场合 跟妈妈说一声 妈 对不住你 可当小李带着歉意主动回归之时 李女士却依旧无法释怀 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 就不动地回去 我是一句话说完 围到儿子 围我孙子 你们亲口告诉我的 现在你说这个样子 那么七年后 小李选择回归的背后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七年后的母子相聚 依旧无法释怀李女士心中的怨恨 随着调解的深入 母子矛盾的关键 又为什么会指向小李的父亲 她是想让我从内心里去真的恨我吧 这个家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要是她参与 我儿子就不要进我那里 亲情遭遇阻隔 爱情不被认可 母子俩还能否互相靠近 你让我跟我妈像回到以前那种亲密 很亲切的事 那样是说到这儿就算了 不用调了 不调 随时随非说完的 我这儿子我也不要了 金牌调解 调解继续 那天下午就准备吃饭 蹬蹬我对门孩子敲门那儿 奶奶 奶奶 有人找 开门一看 她老婆颠了两号的衣品 说妈 你身体还好吧 怎么样啊 当时我没吭声 愣那儿 对不起 我们不笑 你受委屈了 我爸和我妈确实做得不对 我也不懂事 更让你伤心 这算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吗 是 接受了 接受了 我说过来了 坐着吧 先吃饭 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第二天回来的 和他老婆我们两个去街上接他 他看到我 叫了一声妈 媳妇说 妈 咱宝宝 我一看这么大了 就是三岁生 是吗 我抱着孩子 孩子看我一会儿 愣一会儿 捧着我的脸 亲我了一口 心里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啊 悲喜交加 酸甜苦辣 第一次回去的话 按我的记忆 我母亲她在这个过程中 我在家我都给你们记得呢 非常生气 就是说刚开始没有生气 但是后来静下来之后 还是跟以前一样嘛 就是不停地讲 讲 讲 我当时心里边也是就是说 波动很大 还是觉得挺反感的 你们在讨论的是什么 比如说是当年的这个事情 还是讨论 他说我听说你回去找他了 我说是的 然后他就非常生气嘛 走着走着 出去唱的 我孙子说 哦 我落后的爷爷 怎么怎么着 突然我愣着 我转过去头 我给他说 我说是不是说的他 是他父亲是吗 他点点头 好 我都没吭声 走吧 回家吧 到晚上呢 吃完饭呢 什么都没说 并且到家以后 住了24天吧 是25天 到20天左右的时间 把他老婆丢接上了 我说咋回事呢 在咱们家呢 你不能这个样子 他说 走着走着呢 他又说 其次那个事 还是说怨我 恨我 我找到媳妇 凡夫无常 谎话连篇 过了七年 再次接触 你仍然对他这个人 不到20天又这个样子 你仍然对他这个人 是不认可的 不认可 你妻子那边 对于当年那个事情 还是不能放下吗 他不是说完全不能放下 是有放下 但是这个歌的还没有完全 就是说完全解掉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 虽然你们人回来了 但是不管是你们这边也好 还是你母亲这边也好 大家曾经有的那些东西 都没有丢掉 这个问题仍然在 但是不得不解决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回来以后 母子关系这个事情 跟我们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 已经变质了 儿媳反复无常 儿子又并非真心实意 这些都冲淡了李女士心中 久别重逢后的喜悦之情 而小孙子无意之中 透露了一个细节 儿子居然和前夫早已有了往来 更是让他怒火中烧 最终小李的人虽然回来了 可母子之间 心与心的距离 却变得越来越远 那么李女士为什么会对前夫 这么敏感 在昨天的调解中 我们就了解到 当初李女士在女方家遭受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她坚决反对前夫参与儿子的婚事 如今母子俩好不容易相逢 她为什么还要为儿子和前夫来往耿耿于怀呢 我们是夫妻两体生活 我一个人带孩子 孩子八个月她都出归了 家里边她都不顾了 钱包过两票 她什么都没有 全是我一个人 她爹没管 我可以理解在这件事情上 她父亲给你们带来的伤害 也能理解你心里对她的这股怨恨 然后到儿子婚事的这件事情上 你这么排斥是出于什么 离婚的时间她不要儿子 收花费不会给 费养费没给 既然不要的都不是她儿子 哪有人这么狠心的不管儿子啊 所以你觉得她没有资格来参加儿子的婚礼 没有资格 绝对没资格 要是她参与 我儿子就不要进我的门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个样子 这样会不会给儿子带来 他们爱咋办咋办吧 我今天到这儿我就是找一个礼 只能是二选一 是这个意思吗 是 这个家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李先生 在我妈离婚之后 她这个状态很差 也自杀过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我妈躺在床上 叫不醒她们 我就看到旁边有药瓶子 我也很害怕 就赶快叫邻居过来帮忙 送到了医院协位 后来呢 我在高考之后 有个人来找我 他说是我爸让他来找我 帮我报考填志愿 我当时就拒绝了 包括后来我上了大学 我爸爸又让我的叔叔 到学校来找我 我当时也是拒绝了 因为我妈她是一直反对我 跟我爸爸见面 如果再接受什么冲击 我觉得我妈把这边 不知道又会怎样 我可以理解为 你是为了顾及妈妈的情绪 所以选择了拒绝你父亲 对 我就想这个家屋安定一点 但是其实从你的内心来讲 你并没有感受到多么大的怨恨 其实我有时候也看不惯我妈 她不光是想让我这样做 她是想让我从内心里去真的恨我爸 跟她感同身受 比如说她会怎么做呢 就直接跟我讲 她各种的坏话 就不好的事情 这个就是说 你都不恨她吗 我说了吗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是让我恨她吗 你恨她不恨她是你的事 但是她做的事情 我真要讲给你 这个是真的 为什么要这样去 我就是想 侧面的就是说 坏事不要做 不要像你父亲一样 做个光明磊落的人 不要去走那些外面邪道 在那个时候跟她说这些 她会感受到什么 可能我有一点啰嗦吧 她刚才表达的 可不仅仅是啰嗦 这个层面 比这个要深得多 那是她的想法 我没有那意思 贪其前夫带给自己的伤害 李女士是义愤填膺 可偏偏 曾经跟她是统一战性的儿子 不但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七年 还在回归之前 主动和前夫有了联系 这对李女士而言 无异于被儿子一再地背叛和抛弃 心中的那股怨也再度燃起 可是 明知母亲对父亲 充满怨恨的小李 为什么还要去触碰她心中 这个禁区呢 李女士认定 儿子已经被儿媳妇 和岳父母带坏了 因为在她的记忆里 结婚之前的儿子 乖巧懂事 根本就不可能忤逆自己 那个时间上了学 我在家给她做饭 她突然回来了 叫一声 妈 我回来了 高兴的时间是 嗓子亮一点 不高兴的时间呢 就说妈 我回来了 我听到这个声音 我赶快跑出来 我说儿子怎么了 她都说妈 你有时间吗 咱们两个谈谈话吧 我再忙 我都要坐那儿 给她沟通 一个小时也好 半个小时也好 只要把她疏通了 我都放心了 就是这个样子 儿子对你呢 离了婚以后 我过生日 我都给忘了 有一天晚上呢 她上完自己去呢 说妈 再给我十块钱吧 我说行 给她了 十点放学了 回来颠一个蛋糕 这么大一个蛋糕 哎呀 当时把我感动的 我长这么大 没有过过生日 这是第一次 还是儿子给我过 还是在我最难受的时刻 给我过 在那一段你们母子相依的 那一段时间 儿子 我还是听 听刘烈那一段的 你给那一段时间的儿子 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懂事 乖巧 很争气 这个中间是还不错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 我要是不听话 违背了我妈的意见 她每次呢 会再提起我爸 说我像他 怎样怎样 这个话 对你们可能看起来 也没有太大的 其实是有伤害的 对 因为我觉得 目前我唯一的亲人 其实就是我妈了 如果说你 把我跟一个 你恨的人来做对比 我觉得你其实是 不想要我的 你其实是恨我的 每次我妈妈提这种事情 我都会很伤心 有的时候也很生气 最生气的有两次吧 有一次是我毕业 大学毕业之后 准备说要去考研 然后我就到上海去更多 在去之前呢 因为我在家贪玩 后来我妈就很生气 我法国又是这样子 我受不了了 我就在卫生间里 用拳头砸墙 就把那个骨头打骨折了 考研考完之后 没考上 回到家了 又是像跟之前一样 骂了干嘛了 然后我就又很伤心 又同样的地方 又打骨折了 这些东西 其实对我也是 明白 林女士有通过这些事情 有觉察到什么吗 反感呗 你虽说对我反感 但是我是骂了 我还要说 你反感我也要说 那个时间还要考验 你整天坐在电脑上 24个小时要玩 最起码要玩 20个小时 还有一点 她刚才说 其实她内心 非常不能接受 你拿她和她的父亲 相提并乐 有一次我是这样说了 把我气得没办法了 我自己跪到那 我说我给你磕头吧 孩子 我一下子头个磕了又歇了 她一看到 她站起来 妈妈妈 她从电脑上站起来了 这时间我说 离婚那时间孩子 多少人说不让我要你 包括我父亲都说 我们的邻居都说 你不要要他了 我说不行 如果你要是这样子 干脆把我拿个刀 把我杀了完了 为什么跟儿子说这番话 就是让他上进的 我就督促他上进的 有没有可能会给他心里 产生更大的压力 我的压力也非常非常大 除了牺牲之外 你觉得你们的母子关系 到底是好 还是 是存在问题的 我心里有他 他心里没有我 尽管李女士 对那段母子相依为命的岁月 充满了刘烈 但看得出 在她的压力和管教之下 小李过得并不快乐 她的心中 甚至早已埋下一颗 想要反抗 想要逃离的种子 而这颗种子 一旦萌芽 母子之间的关系 便再难回到从前 在观察员徐承刚看来 要想让母子之间的关系 得到缓和 李女士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放下对前夫的恨 您最大的一个伤 并不是他的妻子 就是您的儿媳妇 给您带来的 最大的那个伤 还是您的前一次婚姻 这个伤到今天为止 它都没有愈合 也成为了您和您儿子之间 现在一个一切矛盾的一个 轰沟 点火锁 对也是他最大的轰沟 可是你有没有去想过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您那么爱您的儿子 希望您的儿子 能够幸福 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所以包括应该怎么和媳妇相处 点点滴滴 您都会去教他 您希望他像一个男人一样 去立起来 对 可是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假如 他在您这些不停的叙述当中 他真的因此 深深地恨死了自己的父亲 再也不肯原谅自己的父亲 您觉得 那也不可以 对 因为作为一个男孩子 如果他的成长过程中 他父亲的形象在心中 是一种坍塌了的形象 那这个男孩子成长以后 他又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 他又如何去撑起一片天 所以其实您应该很庆幸地看到 您的儿子没有去恨他的父亲 如果有的话 那他在其他行为上也一定是更偏激 更幼稚 更极端的 所以此时此刻 他和他父亲的这种连接 我认为他需要考虑到您的感受 但是我个人认为 您更多的应该是 要把您和他父亲的恩怨 和父子勤奋 是要分开的 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您儿子能够注意到您的感受 他并不会肆无忌惮地在您面前去讲述 他对跟父亲的关系的相处等等 您应该更多的是豁达地去接受 他没有这么偏激地对着他的父亲 因为假如他那一刻 真的对他父亲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恨态度 无非真正能满足的 只是您那一颗想泄愤的心 而换来的 可能是您儿子一生的痛苦 在我感觉来 你有一个主人格 就是回避 对 所以这种回避 就让你感觉到越来越弱 你想说的话 你就是说不出来 因为我跟我母亲的沟通中 从来都是处于劣势 我觉得对什么事情都很无奈 结婚之前是这个样子 到结婚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又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不对 没办法 我不说远的 我说近的吧 今年春节会来沟通 都是他先发脾气 我一说事他发脾气 我没发脾气 你说你发了没有 最后他发了脾气我不吭声 几次都是这样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发生矛盾 包括你说话的时候 肯定也会带口气 未能理解 就是原来积累的那些东西 全都没有被化解掉 就会带着情绪 我跟我妈沟通 基本上就是单方面的 就是要顺从 如果不顺从 就会出现各种情况 顺从并不解决问题 它只是让你更压抑 该表达的也要去表达 你让我跟我妈 像回到以前那种 就是说很亲密 很亲切 还有怎样怎样 那样是说到这都算了 不用调了 目前的话 实际情况是 算了吧 我心中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个感情 听得出我 听得出我 我没有这个感情了 这感情已经变质了 我做不到 变质都算了 小李这番似乎不抱希望的话 再一次触动了李女士敏感的神经 这一次 她选择了直接离场 不调了 不调了 不调不调不调 不调不调 阿姨等一下等一下 不调了 我今天就来找李呢 谁是谁非说完呢 我这儿子我也不要了 李女士明显在说气话 而观察员段海涛 也在场下耐心地开导着她 直至她的心情再次平复了下来 重新回到了厂商 此时厂商的小李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就是真的是英国 像我妈 我妈跟她妈也有七年互相不离 那么李女士为什么会和自己母亲也闹翻了 亲子关系一再出现问题的背后 是否还有着其他的引擎 我了解到的是 我妈小时候 我的外公外婆 在农村 有那个中男轻女的观念 我外婆可能就不待见她 瞧她不顺眼 什么都要挑毛病 但是呢家里有一个疼我妈的 是我妈的爷爷 但是呢我的外婆又对她的爷爷不好 让她要自杀了 所以我妈就更加地恨我的外婆了 这些不受待见吗 让她就要自强嘛 要强 所以要为家里做些事情来证明自己 所以就会用这边的东西来接济她家里 但是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拒绝 什么时候该去接济 导致最后这个久闻成仇 跟那边关系有全都搞得不好 到处碰壁可能让她觉得自己也没有爱 没有安全感 所以想控制 我理解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没用 没办法解决 所以你现在只能做到的是 在一定安全范围之内的逃避 对 我其实很想逃避 但是她是我妈妈 我就想人都跑掉 我的灵魂跑不掉 没办法 我对我妈确确实实有看法 我只能五个 我是老大 第三个弟弟 一个妹妹 农村人嘛 总是感觉一个孩子在外边 总是要要要 我可以这样说 她三个二人的房子都是我给她盖的 到最后还是我不孝顺 儿子会认为你的这一段经历 给你的人际关系也好 或者说给你的精神状态也好 带来了影响 没有 你自己 没有 你不认可 给家里这边没有 无所谓 现在回想看来 你觉得今天跟儿子的关系 即使他回来了 你们现在还是这种 用儿子的话来说 回不到从前了 你认为最主要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我感觉就是她大了 我老了 她现在今天包括坐在这儿 都是为她父亲争取的 她总是感觉着我强势 强势 什么事情都是我的不对 但是家里边的事情 我不该管的 我尽量不管 比如说她现在 我从来不问 我多问一个问题 假设你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在她婚姻这件事情上 你还管吗 如果还是当时那个现场 还是那个情况 我还是不愿 另外一个 她父亲 对我伤害太大太大 我永远都会想不开 小李看来 母亲的成长经历 造就了她 好强又记仇的性格 而这一点 是她无法改变的 只要母亲 依旧现在仇恨中 无法自拔 母子关系 就难回到从前 可她的这个说法 在观察员李小云看来 就是在逃避责任 我希望先把一件事情提出来 让李先生看一看 在这么多年里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 妈妈是控制 要强 不服输 从来在事情上 好像寸步不让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妈妈 一直在退 一直在让 从一开始 坚决反对 你和你妻子的婚姻 到后来 媳妇回到身边 儿子回到身边的时候 我接受这个婚姻 再往后 五一节 她说等来等去 等不到儿子 跟媳妇的一个电话 一句问候 她已经退到了 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 你能打个电话 来问候一下我 我就很满意 我就很开心 我就知足了 我们从这些事实上来看 妈妈是不是 也一直在往后退 只不过 她的方式和方法 不是你能够感受到的 也不是你乐于去接受的 可是 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真的看到了 这个老太太要强的背后 一步一步地 为儿女在后退 去放弃她心里的 所谓的承见和执念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认为妈妈这个 不能够完全叫做控制 她很大一部分 是在所爱 对 其实还是在爱他们 妈妈这么多年 从她童年的经历 不被自己父母待见 就已经在不被爱 最爱她的爷爷 还因为她妈妈的缘故 别述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一刻 我可以想象 对于你妈妈来说 她可能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 她没有人在爱她 她会觉得没有人在爱她 那么在接下来 她进入了自己的婚姻 她可以去托付终生一辈子的人 却在中途出轨了 她再一次被爱背叛和抛弃 李先生你是否可以想象 你妈妈所经历过的这一切 都是在不断地渴望爱 却被爱背叛和抛弃的过程 我妈经历的不仅仅是这些 她还要更糟的 最后是跟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关系也破裂了 然后跟她的兄弟姐妹 关系也破裂了 现在就是说观点点是 为什么所有这些不幸的事情 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可是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从小 就没有被善待 没有被爱的人 她如何知道去善待和爱别人呢 谁来教她呢 那谁来教我呢 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 那我爱你了没有 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就是说 没人教我快乐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快乐 但是我相信作为年轻人 你求助的方式一定比母亲更多 你接触的人一定比母亲更多 那么你是不是要尝试一下 我也在尝试 否则我这个家庭肯定就过不下去 我早就离婚了 我这边我已经在尽量把家庭稳定好 然后我回来要跟我母亲 把这个关系也理好 但是可能真的是能力有限 我也跟李女士说一句 你心里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 我希望你在今天之后 能够去证实它 比方说你心里可能不能接受的是 儿媳妇以及儿媳妇的一家 有一些行为让你非常的不舒服 这种感觉其实在你心目中 是跟爱不爱你划上了等号的 其实这个之间 我必须要告诉你 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儿子他依旧是爱你的 如果你认为他刚刚说的那个话 就是因为他不爱你 我丝毫不这么认为 其实你们母子俩 我觉得你们非常的相像 都是缺爱压抑和行为的极端 缺爱毋庸置疑 妈妈是缺少丈夫的爱 现在又觉得是缺少儿子的爱 曾经还缺少自己母亲的爱 而儿子你又是从小缺少父爱 现在母亲给你的爱 你又感觉到压抑 你们的行为方式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们都会采取极端的方式 比方说母亲她会觉得 儿子不要去跟父亲来往 在受到很大痛苦的时候 她会采取割腕自杀 这样的一个方式 儿子你也是一样的 你不愿意跟母亲来往的时候 你可以七年不来往 母亲批评你打游戏 没有去上镜的时候 你也会采取去用手撞墙的方式 这都是极端的方式 都是不合理的 儿子他既然回来了 应当是希望和妈妈的关系搞好的 但是又没有搞好 原因仍然是在于 你说的顺从 如果你是从被动的顺从的角度 你肯定是不快乐的 不愿意的 可是你可以反过来想 我让妈妈开心一点 哎呀 管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我也不在意了 不要去谈这些敏感话题 而去做一些吃喝玩乐 聊聊天 说说笑话 你们用这种方式 轻松愉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会比你较真要好 而作为妈妈来讲也一样 儿子既然都一年才回来几天 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儿子回来了你就开开心心一点 带着孙子回来了 你更应该高兴 至于小两口的问题 他们自己会解决 我们不要多加以干涉 环境是轻松的 氛围是愉快的 我相信回头 孩子也愿意将更多的细节告诉你 这样不是挺好吗 听你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 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真君 里面有一段文字 真的猛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以时间的流逝洗涤救济 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段话 我很想告诉你林影师一点 你心里是有历史 有伤痛的 但是时间在流逝 就好比你来到一个汹涌 人流的大街上 在这个大街上曾经发生过惨剧 你是惨剧的经历者 你守在内 最初你迎来的是同情的眼光 但是随着人群的流逝 你慢慢会迎来不解的眼光 最后是厌恶的眼光 他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去连接这个世界 连接这个社会 不是靠我们心中自己记得的历史 而是别人能解读的东西 像你一样经历过痛苦的人 其实也会很多 在这些人群里面 有一些会抱着伤痛 过半辈子 但也有一些人 怎么是成为真的母士 先是直面 惨淡的人生 完了之后 会用积极的方式 连接当下 这样才能换来别人的理解 才能把力量援引到共同去面对 沉重的历史 在你们家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从一个母亲的角度 你很希望儿子能理解 但儿子代表的是新生力量 新的记忆 新的感受 我们就是只有用积极的方式 去提醒更多的人 我其实是一个 可以接近的 可以拥抱未来的人 正如调解员胡建宇所言 只有用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 执念过往 不去未来 才能打破僵局 让自己的人生迎来转机 也才能融化母子之间的尖兵 但是 在听完大家的分析之后 整场都显得情绪激动的李女士 能否静下心来 反思自身的问题 而一再声称 对母亲充满畏惧的小李 又是否愿意重新靠近母亲呢 密室里 心理老师朱永卓 首先和小李展开了交谈 你妈妈是一个非常 非常压抑的一个人 她的情绪上是没有得到疏导的 她也没有得到成长 当她没有得到成长 她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时候 我就是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哪怕我去恨你的爸爸 我就要把你抓到旁边 所以说你们家是这样一个 恨的恨的恨的 这样一个东西 无休止 我的希望就是说 能不能在你这一代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告诉廖喜瑜 今后他会试着慢慢放下过去 但儿子不能再对他发脾气 我们字两个谈话的时间 你先不要发脾气 心平气和 不要我还没有发脾气了 他就先发脾气 其实你都开始发脾气 上火 我想告诉你 儿子的这个脾气 买至于很多的压力 你有压力可以给我说呀 是啊是啊 可以卖法给我说呀 那好 儿子如果耐心地跟你说 你会怎么做 我会认真地听 而且你的脸上要绽放出一种笑容 听着孩子是说 然后站在孩子的立场 跟他进行分析 抛视 对不对 看得出 此时的李女士态度 已经不再坚决 廖喜瑜决定 抓住机会 带着小李 主动来到母亲身边 这一次 李女士没有拒绝儿子的主动嗜好 而这一个拥抱 也让母子之间的隔阂 似乎瞬间就得到了消除 最终 母子俩能否放下惩戒 兵释前嫌呢 密室结束之后 答案即将计较 谁先来说呢 我先讲吧 我觉得今天还是很有效果的 最大的是让我认识到 我以前可能是认得 是逃避的比较多 现在我应该成长起来 担起更多东西 从我这边改变 帮我妈再化解 疏解 妈妈 以前真的是很对不起妈妈 总之 我这边将来会努力 尽量地把这个东西 逐渐地解决掉 这么多事情 我一直埋葬到心里 我自己也有责任 因为啥呢 孩子 他就是一张白纸 很多东西都是要靠父母教的 这个 我认识到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但是我不求求他 对我付出多少 我就要一个顺着 都可以了 你今天说到 爷爷的过世 天塌下来 然后后面也发生很多事情 其实你的世界一直是坍塌的 最后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给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 做回去 小李可以帮助一下妈妈 请你们把一本书 放在一棵树上 这样吧 然后松手 让它放好 到了 好 放到两棵树上 如果来一阵风的话 它会怎样 就倒塌 对吧 那我们放到四棵树上 结石吧 结石 它的世界不容易坍塌 所以我们的世界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支柱 也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 我们的世界就不容易到达 是这意思吧 我觉得这是你们将来可以去做的事情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胡老师 谢谢在场的所有观察员 谢谢 谢谢 从今往后放松一点 谢谢大家 开心一点 谢谢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为当事人准备了由浦阳湖大米提供的优质大米两份 要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找到生活的好滋味 金牌调解调出和谐幸福 金牌好米争出美好满足 通过这个简单的游戏 胡静云是想让李女士明白 儿子应该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支柱 而不是唯一支柱 今后他要在生活中找到新的目标和希望 避免给儿子压力的同时 也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 在调解的最后 母子俩的脸上一转阴霾 有了笑容 希望回去之后 李女士能放下过去 放平心态 对儿子多一些关心和鼓励 而小李要更加积极主动 对母亲多一些陪伴 也多一些关心问候 让爱和温暖 重新在彼此的心间流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